我觉得我做历史工作感性与知识是重要 这个再放在博物馆工作是重要的 博物馆工作一定要实施手势 把事实说好 这个是需要我们理性做研究 2024年7月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迎来开馆两周年纪念 两年多来 250多万观众走进博物馆 见证了香港这块中西交汇之地上的文化交融之美 近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接受中西社独家专访时说 自己工作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时代在变 社会在变 需求在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香港故宫馆在过去两年 我们发展是我觉得在整体这个基础是很好的 可是往后了社会的变化太大 我们香港社会的变化 内地变化 我们中国整体社会的变化 我们观众的需求 我们国家的发展 现在也出现一些变化 我们要见过我们的软实力 吴志华是一位资深的博物馆专家 具有广阔的历史事业 出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任馆长后 吴志华致力于将博物馆打造成 世界领先推广中国艺术文化的博物馆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吴志华的答案是传承与创新 我们未来这个香港故宫馆会做好现在一向有的工作 就是对传统文化 传统优秀文化的产生传承 还有推进我们这个国际交流工作 我们要希望这个在青少年工作方面来说 做得更好 扩大我们的观众群 在产生方面来说更进一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成立以来 多次展出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世界重要文化机构的珍藏 吴志华说 博物馆始终坚持以崭新的策展手法 从香港角度出发 结合环球视野的初衷 我们这个挑战就是 第一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留结我们这个观众 然后我们这个展览 我们一些活动 怎么去更好的 第一体现我们博物馆 发展一个战略 我们这个愿景 还有就是能吸引更多观众 开拓我们的观众群 这个需要我们要更开放的 进行一些产生 内容的产生 活动的产生 吴志华说 创新要跟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而青年是最重要的环节 自2022年11月 博物馆启动的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 共有130位来自北京和香港两地的大学生参与其中 吴志华认为 此举为博物馆和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都注入了文化创新的DNA 我觉得 了解是第一步 交流是第二步 第三就是参与 我们怎么样去提供更高的一个机会平台 让他们参与我们文化成程 文化创新的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中和文化发展往后发展 一定要年轻化 更多年轻人喜欢业爱 然后参与我们文化创新工作 我们希望就是多一点机会给他们的平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建而丰富 吴志华说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是连接的博物馆 一方面连接古今 另一方面加强与内地联系 以及担当全球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一个很重要的是 原来的文明发展 为什么丰富多彩 由于交流 由于互相专重 互相相信 我们人类文明才有发展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 我们人类共同民典体 这个发展区区 我们可以再用过去的历史 来做一个证明 是我们因为交流 我们互相专重 我们是平等地下做交流 才能发展区区 未来吴志华期望 除了全市中华文化与艺术之外 还将引入多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文化艺术展览 发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职能 促进多元文明的交流互建 本文明的交流互建 本文明的交流互建